我去 你头好疼啊 又喝大了 这是哪儿啊 这话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呀 二十三号不就是昨天吗 华展 我怎么会在一个女孩家里 这也穿不上啊 没电啊 没电啊 好多饮料宽啊 熬夜伤身体 你把茶喝了 好烫啊 我去啊 不靠 想起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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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没事用不着 不过还是谢谢你 到点下班 这个点了还有人来啊 欢迎光临 感谢零零见赏 感谢感谢 巫医啊 任劫工资我过段时间再给你 喂 我坐小时工是限界工资啊 那这样 我先以个人名义先给你巫医 回头二百再给你 你先打着回去 算人意吧 现在晚高峰打不着车呀 那行吧 听你的 嗯 钱肯定会给你 我先走了 我还有事儿 喂 你知道现在晚高峰打车很难的 前面两百多个人排队 行吧行吧 你们先吃吧 你下班没 下班了 我一个人很饿 我不想一个人去吃饭 要不我们去附近的酒吧吃点喝点 我 我没钱 你别磨叽我请你 走吧 我刚看了一家还堵着呢 我们再回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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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再回备吧 我们再回去 постав毁闭 我们再回备吧 我们再回备吧 昨晚咱俩是不是 昨晚 应该是 放心啊 我会负责的 这就完了 那你还想怎么样 一会儿我老公就过来了 你说他会怎么着 你老公 那一切都入会 那我先走了 瞧把你给吓的 我逗你呢 咱俩昨晚什么事都没有 是没事我也得走了啊 再见 这不你家吗 你们俩睡醒了 怪不得我看着这么不顺眼 原来是师姐家啊 你俩 是 他是我小师妹 但我爸是他老师 我是他爸最满意的学生 都多小时候的事儿了世界 你到现在都记着呢 你打住啊 我懒得跟你说 难道咱们三个昨晚 你想的美 顾业 你以后不要再喝这么多酒了 你不会不认识我了吧 你看我干吗 我怎么知道你们怎么认识的 顾业 你不会真的不记得我们怎么认识的吧 当然记得了 咱们俩在画展上认识的 算你有心 我怎么不记得了 我不记得我见过你啊 我去了 他要加冰EIP展厅 你见不到我镇长 对了 谷业 以后他们要再是难为你 你要告诉我啊 你忘了 昨天你变成嘲笑了 变成嘲笑了 哦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我也有个疑问 昨晚我和顾业喝酒 怎么会在你家醒来 说起这事我就生气 昨晚顾业给我打电话 啊 手机呢 顾业 顾业说自己喝多了 找不到家让我去接他 本来我都睡了 转念一想 万一他再出点什么事 我就出门了 我到了之后 看见你俩呀 这醉成烂泥 没办法 我就把你俩接回来了 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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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一夜 顾业 顾业 宿醉的事排得差不多了 我大晚上去换衣服 顾业 我们一会儿出去吃早餐 早餐我已经蛮好了 你们俩 可以留下来吃完再走 可是我想出去吃呢 那你也不问顾业 想不想留下来吃 我 我 我想出去吃 顾业你最好了 你等我一下 等等 手机丢了 是不是在昨天的酒吧里 可能吧 我去找找 您好 来了 谢谢 这是我简历 故意 对 怎么是他呀 人到齐了 开始吧 其实没必要浪费时间 你没资格坐这儿 你走吧 是你在浪费我的时间 我没资格坐在这里 你叫我来干嘛 你 你什么你 把我来这儿路费爆了啊 我不都要你的 三块钱公交费 扫码 付款 人事都找到什么人 故意 刚刚那面试官挺讨厌的 这个世界倒是什么人都有啊 你这么大度啊 为了生存呗 你看起来不像是个缺钱的人呢 怎么 公司破产了 嗯 我就随口说说 真的给我说对了 对 做生意破产 负债不少 我来这个城市就是想办法还债 不想脱离身边人 所以你是偷偷来这儿的 你身边的朋友都不知道 嗯 挺爷们儿的嘛 改天再聊 我还得参加个面试呢 哦 拜拜 明思 谢谢你啊 帮我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其实你也不用谢我 还是因为你自己有这个能力 喂 喂 喂 你是不是在一个美术馆啊 嗯 你怎么知道 我刚出差回来 路过的时候看见你了 我现在过去找你啊 哎 别别 怎么给挂了 小鹿 顾一哥 你的新工作看起来真不错哎 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 我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云司介绍我来的 带培训班 学生多的话 钱还不少呢 那你现在是不是缺学生 对啊 没有学生就没有奖金 是啊 招生才给你奖金呢 我可以做你的学生 不过我得先考考你 先给我画一幅画像 隔一哥 你答应他吧 有奖金呢 我觉得这个考验也挺合理的啊 你就画吧 族 我贴你们三个人多话 还是这样的好 有实力嘛 我就喜欢这样写实的 什么抽象的 卡通的 我都不喜欢 这样才见真本是吗 一会儿 你们都有什么计划 今晚我朋友在家我哄啪 要不要起来 我可以把他们发展成 认识学生 我这边想把一个房间 改成画室 其实我挺想让你 给我点建议的 顾一哥 我们公司要画一个强绘 我可以跟老板申请 让你试试 可以的话 一晚上能中五百呢 干杯 怎么样 大家有没有兴趣 跟我们顾一老师喜欢画 只要郭老师今天不喝多 我就跟他学画画 我跟一跳 不过干喝酒多没意思 咱们玩个游戏 接下来可是绝杀局啊 如果紫言投重 故意不光要喝光杯里的酒 还要额外再喝一杯 郭老师 明天上不上你的课 可要看你今晚 能不能清醒喽 好 输了我喝 你刚才属于失误 你可以重新投球啊 郭老师 这是怜香惜玉啊 郭老师是觉得 紫言放水 孤一输给你 孤一你别瞎说我没放水 输了就是输了 好 那我赢了 他们走了 你休息一会儿 我收拾一下 孤逸 你为什么知道 我是孤逸让着你的 刚才那个眼神 还有你头球偏差的 也太夸张了 那你为什么没拆穿我 因为我想了一下 你就是喝得有点多 虽然你还有点聪明 没有自作多情地坚持 说我故意绕着你 可咱俩一个没枕头 一个没酒量 多有点菜 这个好好看 嗯 这有什么好看的 那个 我宣布是啊 今天呢 是我第一次发工资的日子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 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 你 你 还有你 话就不能一口气说话了 今天呢 我请你们吃大餐 今天呢 嗯 挺好吃的 啊 都有份啊 不着急不着急 你 顾一哥 大餐是什么 你们等着啊 我正就去给你们做大餐 谁啊 我去开门 顾一 姐 今天晚上大餐都有什么 要什么有什么 要什么有什么 房租有吗 房东啊 您怎么来了 交房租啊 你不要还两天行吗 不行 要么交钱 要么搬出去 我真没钱啊 没钱 没钱吃大餐 要不我跟你收拾行李 别别别 那 那我住哪儿啊 去我那吧 呃 我们家 我们 我 我那儿每天都有聚会 人也多 多你一个也不多 去我那儿吧 我们家现在空了一间卧室 主要要领你上班的地方来进 我那儿还有个画室 你可以画画 赶紧对吧 赶紧对吧 赶紧严家看起来最不添麻的 那走啊 别慌急 我先帮你收拾东西 郭义 我还有点事儿 那我就先走了 快进来吧 快进来吧 喂 啊 大家都到了呀 好吧好吧 我马上来 我现在 你不需要 我去一趟聚会 嗯 反正你就把这儿当自己家 然后你随便这么玩 你要闲得无聊的话 你也可以帮我收拾收拾 但是我现在得走了 郑子言可真能吃啊 嗯 无聊的时候可以玩 输的人喝两杯 真会玩 编辑郑子言 看不出来这郑子言还挺厉害啊 这书也太行啦 买来都没看过吧 怎么连这个都有啊 这能够来干啥呀 调酒屋都有 行家呀 还挺甜 还挺甜 喂 我喝多了 过来接我 我给你发位置 喂 我没钱呢 只能跑着去啦 人呢 这定位不就是在这儿吗 小鹿 无意 你怎么喝这么多啊 你管我 快点扶我回去 把衣服晾上 不是吧 大姐 你还喝 你昨晚上都喝成啥药了 过来 姑爷 你说我今天晚上还去聚餐吗 开心最重要 你自己做主 呦 没想到你还挺大气的嘛 我大气 我哪大气啊 昨天我都折腾成那样了 你不但不生气 你还让我开心就好 怎么不生气啊 当时你死沉死沉的 我老生气 谁死沉死沉的了 不过啊 一个小小的善意提醒 玩归玩 你少喝点酒 对身体有好处 行吧 我接受你小小的善意提醒 不是都说了吗 我不去 是哦 那确实是挺久没见的了 我不去不去 拜拜 我看你不是挺想去的吗 怎么不去啊 谁说的 我不想去 关键你能控制得住吗 你 能 是 想喝点什么 我可以为您调制 你还会调酒啊 哎 你稍微入点儿戏啊 当然 我是本酒吧最好的调酒师 可是我没太浅爱怎么办 早有准备 用这个 必须给你沉浸式的酒吧体验 可是我不知道喝什么 你推荐一下 我推荐这杯 零酒精的果汁酒 零酒精 好意思叫酒 女士 为了您的健康 嗯 昨天晚上忘记给你了 谢谢啊 你怎么不高兴了 我就想到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啊 没准儿 我能帮你分担分担 等以后有机会我再告诉你吧 哦 那 晚安 那我回去睡了 嗯 顾一 今天晚上谢谢你 我回来了 哎 你回来了 哎 你还会做饭啊你 对啊 我之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我的室友可是星级米其林大厨 他叫我可多呢 我星级大厨 对啊 他说我的厨艺可以当星级大厨了 那我有口福了呀 那我告诉你啊 就是在我心情好的时候 你才有口福 嗯 明白 谁啊 啊 我去看门 顾一 你逃不掉的 沈慧星 看到我开心吗 有没有想我 啊 我 这都为了好几天呢 怎么还不紧张 顾一 你上次给我拍的那幅画 还挺好看的 我越看越喜欢 是吧 我也觉得不错 你最近怎么样 还行啊 就挺好的呀 我在外地看展 过去后我去找你吧 顾一 你在干嘛 工作期间谁允许你打电话的 你疯了 换完这协议里 也没要求不能打电话啊 那我就把协议改了 沈慧星 你适可二指吧你 你怎么还跟你小时候一样亲爱啊 怎么样 你打我呀 急了就打你了 你 小时候又不是没打过你 你这么凶 你真生气了啊 我记得你小时候就欺软怕硬 怎么现在还这么毛病 还不是你小的时候欺负我 给我留下心里阴影了 那你说吧 你怎么样才能不生气 你打我一顿 我干嘛也打你啊 你以后别太过分就行 那刚才的事怎么算 求着要惩罚啊 那这样 今天你给我放天假 放假 你要干嘛去啊 你说完了 嗯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他打小就不靠谱 我觉得沈慧星不是像你要债那么简单 我知道 他就是闲得无聊 不是 他是喜欢你 他用还债来把你绑住 你带我去见他 我想证实一下我的想法 好 我带你去 爽快 那我们得假装是偶遇他 这个时间 他应该在那家咖啡厅里吧 快 走 走 是他吗 是他 快 欠我的手 你 你要干嘛 亲爱的 亲 亲爱的 其实我和他早就在一起了 你一点都不像他女朋友 你要是他女朋友的话 是不是可以替他还钱 他欠你钱的事我早就知道 不过你放心 不管他欠你多少钱 我都不会离开他的 那你知不知道他是我二十四小时助理 那有什么关系啊 他的心在我这里 有人以前想见各种办法 想把故意从我身边带走 都没有成功过 以后更不会有 什么事那么着急啊 你能不能上点心啊 当然是拯救你的事啊 哦 那怎么救啊 方案就是 让我假扮你的女朋友 假扮女友 嗯 沈慧琴明显就是喜欢你 让我假扮的女朋友 让她知难而退 这能行吗 能不能行 试试不就知道了 别磨叽 疼不疼也 那咱们试试 把手机给我 我都准备好了 好了 待会有快递 注意查收 宝贝 日间想你了 宝贝 日间想你了 宝贝 日间想你了 宝贝 注意吗 你的快递 哦 好嘞 您稍等啊 不错啊 准备的还挺到位 宝贝 人家想你了 喂 宝贝 人家想你了 已经把她气枣了 出门跑步了 再来几天 她肯定不会 救命啊 有条大狗追我 哪儿呢 哪儿有狗啊 非得这么腻歪吗 喂 喂 我已经按照你的方法 把她气跑了 我想到一个一气致命的方案 马上避走社会心 咱不要这么狠吧 听我的 咱明天见 看我没有宝宝了 骗 骗 骗人的吧 那儿 检查报告都在这儿呢 顾毅 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呀 这报告果然是你批的 批图也不仔细一点 医生的电话 至少要批个真的吧 还战协议上明确写了 顾毅 你不能撒谎 否则 就要延长你当助理的时长 现在我就可以 让你在我身边多待一年 这事要是我一个人挑起的啊 我可以一个人承担 你说吧 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免除顾毅那一年 让你做什么都行 废话 顾毅哥 你有没有看过他素颜的样子啊 没有 你这精致的妆容 你到底要说什么 你痛快点 你现在当着我跟顾毅哥的面卸妆 我就当你们骗我的事情 没有发生过 行 卸妆水拿来 你别闹了 顾毅哥 你要是不想让他卸妆呢 也行 你就要在我身边多待一年 不就卸个妆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就不怕顾毅哥 看了你卸妆的样子 就不理你了 当然了 还要看顾毅哥的心情 看他是想在我身边多待一年呢 还是想看你卸妆 顾毅哥 你说话 你同不同意我卸妆 那行吧 卸妆吧 顾毅哥 你就这么不愿意在我身边待着吗 你少废话 卸妆水 好 你等着 你现在就把整张脸放进去 你们女生都这么西装吗 卸了妆好像更好看了 烦人 哼 顾毅 我跟你说个好 这画店的门头 也太丑了 得换 好 敏思 你来了 对 我刚好路过来看一下 你这是要重新装修吗 对 先是这面墙 对 这墙也太丑了 你们怎么也来了 我这下路正好路过 顾毅哥 我听说你要开画店了 为你感到高兴 都瞎凑什么热闹呀 这些都是我朋友 你懂点礼貌行吗 顾毅 对 这面墙怎么装饰 你有主意了吗 嗯 还没想好 我有想法 我也有想法 我也有想法 那我也有 是 什么主意啊 我觉得郑子言这个好 多吐气啊 作为本店最大股东 我一票否决 嗯 是有点不太活泼 不 我觉得 有点过于写实了 不能够彰显画店的风格 你们的审美真让人捉急啊 顾毅你自己说 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吧 你们选的都没包饼 各有各的好 但最好的 应该还是我的 你的 你的是什么 纯净美 就保留一面大白墙 故意 你就要想偷懒 你们就这么看我 嗯 好了 那我也不解释了 这样 咱们每个人的方案 都融合起来 拼一个 好了 走吧 走吧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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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找最好的墙纸 帮我找最好的墙纸 要最好的 不怕贵 我来调原料吧 你确定你可以调得比我好吗 确实 你这方面比我再好 对了 你人脉比较过 那幅画的授权你去玩一下 当然 让你见识见识我的人脉 喂 你有我幅画的版权 可以给我一下吗 你说那事 我这两天又飞过去给你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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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思姐 我帮你调颜料吧 调颜料这事还挺复杂的 你学过吗 没学过 没学过 我教你 不用了不用了 别约我耽误了时间 快忙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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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话证吗 挺好的啊 嗯 嗯 我觉得也是 哇 这么和谐啊 服务员 服务员施永熙一周 你什么时候能上岗 嗯 马上就行 我不会让儿子给你的 我们已经离婚了 也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 哎呀这婚离了 可以再结 这孩子能没有爸爸呀 再说了 你说咱俩这都多少年了 我对你多好 谁还能像我那么对你这么好 对吧 你再看哪个孩子没有爸爸 那没有爸爸 他过得好吗 哎 你干嘛 你快坐 我警告你 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 麻烦你不要再来骚扰我 啊 男朋友 你这随便弄一个就说是你男朋友了 你这骗谁呢 因为我把我们的事情跟他说了 他不放心 所以就跟过来了 哦 哦 五一 我们俩都还没分手呢 你就着急找下家了 呃 什么 不饿了 我想吃披萨 我们走吧 啊 你和你前夫的事 我不便插话 唯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 等你谈妥的再联系我吧 那姑娘挺漂亮的啊 你手都没钱又跟我走了 哎呀你别闹了 你先走 我还上班呢 下班了灵溪你啊 好 等你 哎 哎 上班时间啊 能给你处理私人事务吗 冲工了 哎 这是客人给我的 谁能证明啊 我警告你啊 多给我把精力用在工作上 叶苗 知道了 瞧你垂头丧心那样 非知道是坑还得往里头跳 帮人个忙呗 你帮人家忙谁帮你忙啊 你自己那些事都没弄清楚 可能 我就是这样的人吧 没救了 哎 对了 你为什么还没走啊 你说为什么 难不成是留下来想看看 我跟刚才那女的是不是真的有事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就不会吃醋了 我没有没有 没 没什么没 我就是来郑重地通知你 你 我要和你有进一步的发展 进一步 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事 不合适吧 你想什么呢你 我说的是正儿八经谈恋爱那种 最别义的 太远了 然后才一把个房子 然后再埋众变成小字 拿他小子 我向rt 走 又呀 你也太不中用了 别人什么事都没有 你就先躺下了 不过 你在我心里 倒是稍微帅了那么一点点 只是 帅那么一点点 不然你还想要多少 我知道你现在急着挣钱 所以 你赶紧把伤养好 出院以后找我 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 终于出院了 你出院也不和我说一声 我一个人行啊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你会因为我打架吗 如果有人欺负你的话 我会 走 我送你回家 你回来了 快点跨火盆去去晦气 还有楼上 在晚上卫生间 我给你放了点柚子叶 你好好从头到家洗一遍 我是出院啊 你又不是出狱 那我不是想你 涂个麒麟吗 我就是希望你可以 一扫之前的阴霾 早日找到你向往的生活 那你快点洗澡去 那好吧 我去收拾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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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еля 我看了 譬如你 就像是 你 你的 随理 你 我 1.香蕉 2.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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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誰呢 彼此 你嫂都沒有寫 這是要去哪兒啊 仁彼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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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出去找他用郑子言 怎么样 照片你满意吗 满意的我都流笔写了 那为了你的健康考虑 我以后还是不给你发照片了 你的照片 还给别人看过吗 你到底想问什么 我就想问问 你到底交过几个男朋友 不少 但都出事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我之前认识一个人 他和我说 他是南欧国小国国王的独子 可是和我在一起之后 国家没了 我们俩不了了之了 后来有一个人 他说跟我在一起 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结果他变成了泰国的人妖皇后 还有一个人 当时是在非洲拍杂志认识的 听说他得罪了当地的军阀 被处死了 死了 这 这都怎么回事啊 我找人算过 是我命番客服相 被我喜欢的人 大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有人了 是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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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脚底瓶子要不要了 拿走拿走 怎么了 没事儿 就是下意识地想保护你 谢谢啊 你之前说过 想跟我正式交往 是真的吗 那我问你 如果和我在一起 要面临那么多危险 你还愿不愿意 这个世界充满了巧合 有时候只是自己吓自己 我在这还没完 一直办我还死不了 不怕可 你们每个男人都一样 说的时候都好好的 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说的是真心话 你是为了和你身边的每个女人 都这么说 哪来的女人啊 你要我提醒你吗 我过几天就要出国探亲了 一个月之后 你要我们身边只有我一个人 要么 你就别让我再看见你 别出去谈亲了 留下来 为什么呀 从这一刻起 我的手机里 只会有你郑子言 一个人的名字 你这个理由还算合理啊 但是呢 这亲我必须得去探 啊 还去啊 嗯 你跟我一起去吧 我也去 不行啊 我我还得打工还债呢 哎呀 就你那些小破工资 我回国以后 给你找的更好的 你别磨叽了 给你走 哎哎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你会因为我打架吗 如果有人欺负你的话 我会 谢谢啊 你之前说过 想跟我正式交往 是真的吗 那我问你 如果和我在一起 要面临那么多危险 你还愿不愿意 不是我不愿意 而是我不能看着你在牛角尖啊 什么克服什么危险 都要胡扯 珍惜眼前的人 珍惜已经拥有的美好 才是最重要的 不愿意 你的回答像极了我前男友 你跟别的女人你这么说吗 哪 哪有别的女人 要我提起你吗 过几天我就要出国探亲了 一个月之后 你要么只有我一个人 要么你就别再让我看见你 我一摇铃铛 你必须马上出现 我们比赛攒钱吧 看谁攒多 我想清楚了 顾叶 你没必要跟他打 走 我送你回家 我不想离开你 等等 这段时间你一直和其他女生就缠不清 想好我怎么跟郑子言说了吗 有一说一呗 你傻呀 如果你想跟郑子言在一起 就不能让他知道其他女生的事 务必做到打死也不说 没人愿意听真话 真话很伤人的 你可真够啰嗦的 好 顾叶 你这段时间有没有想我 想 真的吗 嗯 你最好不要撒谎 因为我前男友都是因为撒谎才去世的 什么意思啊 因为撒谎 去世了 对啊 我有一个前男友 他是潜水教练 他和别的女生潦骚被我发现 不承认 结果他在潜水的时候 洋气瓶出了故障 当场就去世了 不 不是吧 是 我还有一个前男友 他是登山教练 还 还有 难道他也 他和别的女生潦骚被我发现 不承认 结果他当时和我一起登山 不幸失足掉下悬崖 当场包庇 你说蹊跷不蹊跷 不会是你那个 怎么会是我 我最后一个前男友 他从来都不出门宅在家里 但他出轨被我发现 也是不承认 有一天和我一起睡觉的时候 就再也没有醒来过 虽然我跟他住在一块儿 但真的不是我的原因 所以故意 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你有没有和别的女生眉来眼去 对 我也不瞒着你了 确实有那么几个女生跟我 我真想一杯水泼在你脸上 但看在你老师交代的份上 我就放过你 故意 我早就知道你在公司乱搞的事情 过去我不管 但从今以后你想跟我有成远的发展 你就要老老实实的 明白吗 明白了 你好 您的咖啡 我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 会比较极端 没事 没事 可以理解 那你说说 这么久没见我 我有什么新的变化 不就是这个 这 这个 这个 我 没看出来什么变化 没有变化 你再说一遍 这 手是 是新的戒指吗 新衣服 新的衣服对吧 那 那 那一定是发型 一定是发型 算你还有眼力 那我新的发型好看吗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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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翼 我脾气不好 你别跟我气叫 不会的 不会的 那 我的脾气是不是没有李云丝视解好 你 你这是 不提还好 你一说这个 我还真觉得李云丝比你温柔多了 你脾气啊 确实得开开 我脾气没有李云丝好 我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脾气不好 你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我又说错话了 好吧 你说的是实话 我原谅你 对不起 先生 您的果盘 兄弟 哎 怎么了 先生 这是点的最后一个东西了吧 是的 您有什么需要的吗 没有没有 是最后一个就好 你每送过来一个东西 它就会有个送命题 先生 这个送命题还得看您自己的 您要是没什么需要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会娶我吗 说实话 我还没想好 你别这样 我说的是实话 你不是最讨厌撒谎的男生吗 那个 那个 子言 你先息怒 我是真的喜欢你 刚刚那些回答 虽然很刺耳 但最起码是真实的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有点害怕 那好吧 我只有一个要求 因为我没骗你 所以 别把我放到你那些前男友的下场里 你别笑 我是真的害怕 好了 不逗你了 我之前那些问题 都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测试 我只是想我们在一起以后 可以毫无猜忌 互相不隐瞒 能跟我一起走下去 那么 恭喜你 喜提一位女友 那 你那些前男友的下场是不是 那些都是逗你玩的 他们现在都活得好好的 那就好 那就好 不过 不过故意 我还有一个问题 怎么还有啊 你放心 我不会测试你了 我呢 天心爱自由 生活不稳定 林月卿生活非常稳定 她好像对你也一往情深 你到底是喜欢稳定的 还是喜欢飘着的呀 你在哪儿 我就在哪儿 你在哪儿 我就在哪儿 经历了太多 不太敢把爱放到嘴边了 说多了什么都证明不了 但现在 我愿意跟你一起 去证明我们之间的感情 进来吧 一会儿我去给你办一个门禁塔 从此以后 你就是这个家的男主人了 我去换衣服 我把你出去庆祝一下 不行了 烂得死了 一晚上去了七个酒吧 这位先生现在才刚刚三点 我们在家休息一下 然后去下一场 我去不动了 明天还要上班班专案啊 正前还上啊 我得 哦 辛苦了 宝贝 那我可以不去了吗 不行啊 你得陪我去啊 但是 为了表现住我的体谅 我就主动帮你请个假 你觉得行吗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顾艺 我现在觉得你格外的迷人 好了 那就设定了 我现在立刻去换一身行头 继续嗨 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好累啊 想出去玩的是你 不想收拾的也是你 我和你玩一个智力小游戏吧 为什么呀 你要是能答得上来呢 我就打包所有的行李 你要是答不上来 就你来收拾 那行吧 这是六只小羊 这是四只 那我现在问你 这是几只羊 两只 你答错了 你答错了 你个笨蛋 你收拾 不行 你再演试一次 这是六只小羊 这是四只 那我现在问你 这是几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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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 你答错了 那我现在问你 这是几只羊 三只 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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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演试一次 这是六只小羊 这是四只 那我现在问你 这是几只羊 三只 错了哦 为什么呀 回答错了 就不错了 你 我现在说 你再演试一次 这一只 是四只 那我现在问你 这是几只羊 八只 回答错了 你去收拾东西吧 为什么呀 那你听我一口 我就告诉你 停停停 我翻回来 翻回来 我不告诉你 你直接去收拾东西吧 不行 你再演试一次 这是六只小羊 这是四只 那我现在问你 这是几只羊 五只 你怎么知道 五只 你怎么知道 五只 你怎么知道 五只 就不告诉你 你去收拾吧 还要叠衣服 真的好麻烦哦 我真的好不想收拾 你怎么耍赖啊 我就要耍赖 哈哈 我想要不要 啊 我换个儿子 你怎么能 都不是 我 你 你 你 顾翼 你这段时间有没有想我 想 真的吗 你最好不要撒谎 因为我前男友 都是因为撒谎才去世的 什么意思啊 因为撒谎 去世了 对啊 我有一个前男友 他是潜水教练 他和别的女生聊骚 被我发现不承认 结果他在潜水的时候 杨七平出了故障 当场就去世了 不 不是吧 是 我还有一个前男友 他是登山教练 还 还有 难道他也 他和别的女生聊骚 被我发现不承认 结果他当时和我一起登山 不幸失足掉下悬崖 当场包庇 你说蹊跷不蹊跷 不会是你那个 怎么会是我 我最后一个前男友 他从来都不出门宅在家里 但他出轨被我发现 也是不承认 有一天和我一起睡觉的时候 就再也没有醒来过 虽然我跟他住在一块儿 但真的不是我的原因 所以故意 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你有没有和别的女生眉来眼去 我没有跟其他女生眉来眼去啊 你确定吗 当然 必须的呀 以及百分百的确定 我最讨厌男生说话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公司 跟林元清他们纠缠不清吗 我 我错了 你可千万别杀我啊 我 我再也不骗你了 行 过去的事情我可以不管 但从今天起 你想和我有长远的发展 你就必须老老实实的 明白吗 明白了 你好 您的咖啡 文艺 我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 会比较极端 没事 没事 可以理解 那您说说 这么久没见我 我有什么新的变化 不就是这个 这 这个 肯定是变漂亮了 具体是什么不知道 但一定是漂亮 敷衍 算了 我就不为难你这个大直男了 也不愿意 不愿意 我脾气不好 你别跟我气叫 不会的 那 我脾气是不是没有李云斯事解好 你 这是 你脾气不好都是因为我 以后啊 我少惹你生气 你脾气就好了 你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 没有 是你调教得好 先生 您的果盘 兄弟 怎么了 先生 这是点的最后一个东西了吧 是的 您有什么需要的吗 没有 没有 是最后一个就好 你每送过来一个东西 它就会有个送命题 先生 这个送命题还得看您自己的 您要是没什么需要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会娶我吗 说实话 我还没想好 你别这样 我说的是实话 你不是最讨厌撒谎的男生吗 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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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实话 紫燕 不要这么决究好不好 你看 飞碟 三体人 你看 给个机会好不好 紫燕 紫燕 我刚刚问你那几个问题 只有想知道你到底能不能成实 结果从你嘴硬地 我没有得到一句实话 你和之前那些人一模一样 紫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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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紫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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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亦 紫燕 其實剛剛的问题 就是想看看你能不能尘变地回答 雖然很多回答會讓我感到難受 但我就是想聽你最真实的答案 我不想我们以后相处的模式 就是做题环节 所以我想 我们还是冷静地思考一下 我们两个到底合不合适 子言 我的大力 顾忆 他喜欢你 我们谈那个 顾忆 下楼吧 顾忆 下楼吧 顾忆 下楼吧 顾忆 你快下来吧 快下来快下来 顾忆 他就是故意恶心我的 不想给你们胡闹 你走吧 故意 我就知道 你一定不会下楼的 喂 宝安 有人扰民 你干吗 故意 你这走 故意 这 这是在哪儿 发生什么了 有人吗 这 这怎么回事 我怎么在这儿 我有没有和你说过 我那些前男友 你 他们令我不满意了 你 你先救我出来 子言 你现在令我不满意了 明白吧 我不明白啊 你先救我出来啊 子言 子言 你先救我出来 不要 不要 我错了 子言 你 你放过我 子言 不要啊 不要 子言 不要啊 不要啊 子言 我说 你先救我 看 我没有宝宝了 骗 骗人的吧 检查报告都在这儿呢 你 顾一 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呀 这报告果然是你批的 批图也不仔细一点 医生的电话 只想要批个真的吧 还战协议上明确写了 顾一 你不能撒谎 否则就要延长你当助理的时长 现在我就可以让你在我身边多待一年 这事是我一个人挑起的 我可以一个人承担 你说吧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免除顾一那一年 让你做什么都行 废话 顾一哥 你有没有看过他素颜的样子 没有 你这精致的妆容 你到底要说什么 你痛快点 你现在当着我跟顾一哥的面卸妆 我就当你们骗我的事情 没有发生过 行 卸妆水拿来 别闹了 顾一哥 你要是不想让他卸妆呢 也行 你就要在我身边多待一年 不就卸个妆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就不怕顾一哥 看了你卸妆的样子 就不理你了 当然了 还要看顾一哥的心情 看他是想在我身边多待一年呢 还是想看你卸妆 顾一哥 你说话 你同不同意我卸妆 你们别闹了 不行 不用卸妆 顾一哥 你是不是就想留在我身边 一年够不够 不够的话 加上一年 沈慧兴 你适口而止吧你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你是觉得我会丢人 还是就想待在他身边 我 我这 我没什么意思 就是 你们别闹啊 算了 没劲 这 这 这是在哪儿 发生什么了 有人吗 这 这怎么回事 我怎么在这儿 我有没有和你说过 我那些前男友 你 她们令我不满意了 你 你 你先救我出来 紫妍 你现在令我不满意了 明白吧 我不明白呀 你先救我出来啊 紫妍 紫妍 你先救我出来 不要 不要 我错了 紫妍 你 你 你放过我 紫妍 不要啊 不要 不要 紫妍 不要啊 不要啊 紫妍